今天我们来说一下澳元加息 为什么它反而是一件好事 过去几年第一次加息 到现在已经经历超过10次 那么在本周澳洲澳联储 是再次行动加了0.25% 因此现在澳元利息 已经达到惊人的4.25% 但是在美国确认完全停止加息之前 我们谁也不能保证 这是不是最后一次加息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面 澳洲房贷用户也就是贷款的 如果你贷款金额是60万的话 每月还款金额比加息之前 已经超过了1200澳元 如果你贷款是120万澳元的 那么还款金额已经多增加2500澳元 那么根据澳洲统计局的数字 澳洲有30%的人口 它的银行里的现金 只能维持三到六个月的开支 换而言之 如果这些民众的储蓄率没有增加 那么在半年之后 他们银行的存款将会逐步见底 另外随着超过10次的加息 澳洲现在的信贷总量 从今年8月份开始 新增我们说的是新增贷款总量 尤其是房贷 是出现了明显下降 由于我们知道 之前的贷款利息实在是太高 所以不论是民众还是商家 现在都是尽量选择能不贷款就不贷款 能少贷就少贷 那么按理说这样一来的话 经济肯定是不好 就业也应该会差 但是目前每个月的就业数据 依然是非常的给力 即使失业率现在有那么稍微一丢丢的增加 在增加了10次加息之后 目前澳洲的失业率依然是只有3.7% 是非常低的 另一方面物价上涨虽然有所回调 但是依然是超过了5% 远高于央行给出的2%的目标 这就说明现在澳洲的经济总体情况依然很热 民众虽然有还款压力 但是经过疫情两年超低利息的情况和政府的发钱 目前澳洲普通家庭的存款几乎是创下了澳洲过去历史的最高记录 如果我们按照疫情之前2.5%的银行利息 疫情两年最低0.5% 到现在上升到4.5% 并且又保持两年 这样的水平来看 那么综合过去4年的平均利息 就应该还是2.5% 和疫情之前应该说是一模一样 换句话说 其实民众手头的还款在过去12个月是有所增加 但是如果把它平摊到4年来看的话 那么现在的还款和2019年的还款其实没有改变 所以其实如果过去4年你一直都在还贷的话 你的总还款数和疫情之前 比如说2015到2019年相比是没有变化 但是不可否认过去两年我们的生活 包括交通开支娱乐开支全部都是涨了很多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身边 包括我们自己每个人在内都在抱怨 这个物价上涨太快 增加了这个房贷利息之后 房贷的成本还款压力又多 手里的钱更少 但是今天我要说的是 其实加息并非是一件坏事 因为这说明我们现在的经济情况 我们现在的社会情况还不错 能够扛得住加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加息的目的 根据官方的解读来说的话 加息是中央央行比如说是澳洲美国 或者是普通商业银行对于现行的某种利息 进行有目的的提高的一种行为 那么通常是为了实现某种具体的目标而做出的举措 一般来说加息的直接目的就是迫使商业银行以更贵的成本向中央银行去借钱 从而使得银行之间的利息拆借活动 融资活动融资利率能够更高 从而提高整个金融市场的短期融资的成本 并进一步增加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成本 以此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经济活动 所以长话短说 只有当央行觉得目前的经济情况过热 失业率很低 换句话说就是民众和社会可以承受得住加息所带来的冲击 在这个原则之下才会加息 虽然加息会伤害到消费 会使经济部分冷却 但是同时它也会使得物价有所降温 所以连续的加息在大部分的发达国家经济体重 通常就意味着它的经济是严重的过热 是需要紧急降温 那我们看一下澳洲过去一年十几次的加息 也就是十几次的对经济的降温 这个度其实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过度冷却 将会意味着整个经济和消费它失去活力 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判断这个临界点 那如何来判断呢 那就是查看失业率 查看工资增长 查看物价数据 所以当失业率增加物价回稳 那个时候就是央行要停止加息的时刻 那么也是经济它有热到冷的一个交替过程 换句话说如果加息停了 之后就是降息开始准备 而降息呢 其实是为了刺激经济 换而言之 当加息停止的那一刻 就是经济衰退的开始 或者说经济从好变坏的开始 只是呢衰退只有到一定程度 才会引发央行进行降息 所以说过去一年 虽然澳洲加了十次以上的加息 使让我们房贷还款增加了不少 但是大家要知道从侧面这反映出澳洲的经济非常的强劲 能够承担得起十次加息 现在也许外面百万年薪的工作非常少 但是你要养活自己 几乎是工作随处可见 不夸张的说你走进任何一家零售店 餐馆或者是咖啡店 它是百分之百肯定会缺人 所以当然了我们知道在某一些行业和岗位 雇主还是为了为找到一个合适的人 而愿意付出比疫情之前多百分之二十 甚至于更多的薪水 那我在很多年前就一直在重复我的观点 就是什么呢 加息并不可怕 因为你只有经济好 央行才敢于不断加息 那我们真正应该担心的呢 是当加息真的停止的那一刻 也许你的房贷不会再增加了 也许降息会让你省一点点钱 但是降息的背后 它意味着呢 是经济潜在的衰退和工作的流逝 那一块才是大头 但是又但是 还是那句话 澳洲和其他发达国家不同 澳洲最大的优势 它就是有一个巨大的人口阀门 可以随时随地像水管一样 根据需要增加移民数量 从而呢 无中生有的 创造出大量的消费 和吃住型的需求 但是 最后一个但是了 就是 我们知道呢 在上周末 澳洲总理呢 终于是和中国领导人见面握手了 这也是过去六年 第一次中澳领导人见面 抛开政治因素不谈的话呢 对于两国的企业 经济 旅游 这些地方 都是一个利好 我在上周说过 中国五个月之后呢 将会决定是否取消 澳洲现在的红酒关税 那么现在中澳两国领导人 已经握手 你觉得 五个月之后 取消红酒关税的几率 是不是会更大了呢 旅游股和红酒股 是不是意味着 未来上涨的可能性 更大了呢 当然了 这个是另一个话题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关于澳洲加息 是好事 这个话题的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 记得关注 点赞和转发 我是麦克 下期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